如一传,李董杰痛失两位嫡子快要下线,看到他趴在宫门外伤心欲绝,演技爆发,骂他的声音也少了复习,董杰被骂虽淘的毒蘑菇,圈内人骂得也太难听了。 而距离最大的反派魏燕婉,逃离了受尽折磨起祥宫和泰,间接蒙成了御前宫女暗示皇上当年给他说过的一句话,欢愉在今夕燕婉及粮食,然后又看到皇上日渐消瘦,利用给皇上量身重新做衣服的机会,就搂抱,再来一起被疯的答应,看到皇上一边说着,爱如意另一边照翻着绿头牌,风飞进贫扎龙生动,诠释了什么叫做灵肉分离的爱小说里的魏燕婉, 得宠最大的原因是他尝的和如意有几分相似家贵人,还因为这一点给他改名婴儿,不过饰演魏燕婉的李淳和饰演如意的周迅,并不像弹幕大军都在喊话小姨妈,来演如果是照着和如意有几分相似,的话李小路也可以或者张少寒,说到撞脸就想到甄嬛和纯元的梗,其实也不怪流连死吧,环环泪清,用到极致实在是尝的美帝人都是相似的, 童瑶在剧里饰演柔美,娇气的高熙悦看了那么多集,还有人以为是张子怡本人出演的,张子怡卧虎藏龙,李玉娇龙造型出道时就被称为小张子怡, 的童瑶期待她在剧中像娘脸一样凶狠,那没想到这里的高贵妃可以说是反叛里的小可爱的看到她乃乃乃乃乃乃的样子,才知道有一种宫斗叫有儿园是宫斗, 她和阿若吵架也是小学生级别的斗嘴,大庭广众之下就互相接牢底, 怎么害人看到贵妃怒了怒了,阿若肯定少不了被爽耳光,瞪大眼睛,盯着屏幕竟然是,贵妃亲自上手推,倒,倒,倒,推到三连最新的剧情高贵妃病死, 在宫中领和犯了好不舍,那这个小可爱,和红山,在小仙女的印象中还是匆匆纳粘,李绝匠的芳辉这次的如意准, 忠实演媒队对和红山谷庄也很惊艳,和赵丽颖在宫所沉香,李有几分相像两个人都很亲密甜美, 在剧中玫瑰人,就是高贵妃的一个小敬敌两人都会谈琵琶技艺,不如人家就算了还嚣张,毒蛇, 被贵妃在花园教训打脸了,捧到了后期之,到了水海的她孩子成了如意扳倒,皇后的助攻虽然人设变好了, 但小嘴还是巴巴的不,情权是了什么叫做,你看不惯我,又说不过我, 永皇是乾隆的第一个儿子,因为他的娘死得早在歇方殿,不受待见后来交给如意扶养, 处境才好转可是他一出场,这张脸似曾相识,这不是幼耳版的Angela Baby吗? 更可怕的是,当如意从冷宫出来,后大阿哥竟从Angela Baby长成了黄小明, 大阿哥永皇真是承包了Angela Baby和黄小明的夫妻脸, 索欣在前期的剧情里并不出彩,一直被阿洛打压着不过相比阿洛的尖酸克薄他声音温柔, 心地善良,凭借软软诺诺的性格,圈了不少粉而且合理欲, 还有将与兵都有感情揪隔淡, 穆大军也分成了两拍一时竟不知该所思哪一对了不过, 看着他说话老觉得是陆寒板,演的某些角度甚至还撞脸, 老迪丽热霸,虽然有的人无关明明,不一样, 但是莫名感觉有,点相像只能说有时候撞脸真是一门玄学以贵人, 是坏人帮陷害如意入冷宫的炮灰出场虽然不多, 争议还不少弹幕大军吵起来,他到底像谁最统一的声音说, 他像泰国人这张巨照和寒冬军, 有点像也被眼尖的网友指出, 宜贵人撞脸超模可髓, 夜心是海澜的贴心丫鬟在高西月屋向海澜偷窃, 时收买的是海澜另一个丫鬟相云儿, 不是夜心之后的剧情里他也忠心护着海澜虽然撞脸了甄嬛传, 也换臂但是人设比换臂好多了阿弱, 就是一个大写的自作多情, 因为皇上多看了他一眼, 就觉得对他有情皇后提倡姐姐, 他反而穿得更加艳丽如意提, 行他这样穿不合身份, 他就以为是如意怕他得宠, 嫉妒自己抢了他的风头, 暗暗肿下了, 仇恨成为陷入如意进冷宫的最后一颗稻草, 被皇上封为贵人人钱封光, 不过皇上从来没有宠幸过他每晚都是贵这事情, 等如意从冷宫出来狠狠, 又他最后在冷宫上掉自杀, 阿弱卖主求容, 一直被骂丑, 其实是演阿弱的演员长得挺好看的, 很多人发现他撞脸的带娇线, 只是因为剧中的人设讨人, 嫌其实也只是一个会错意的可怜人撞男星, 脸的还有一欢的跳舞出场, 本来是个很美的画面, 可是这一贫一笑的脑海中, 怎么都是李一峰的脸, 这张脸似曾相识, 这不是幼儿版的Angela Baby吗? 更可怕的是, 当如意从冷宫出来, 后大阿哥竟从Angela Baby长成黄小明, 大阿哥永黄真是成包了, Angela Baby和黄小明的夫妻脸, 索欣在前期的剧情里并不出彩, 一直被阿弱打压着, 不过相比阿弱的尖酸哥伯他声音温柔, 心地善良, 凭借软软诺诺的性格, 圈了不少粉而且合理欲, 还有将与斌都有感情揪隔蛋, 穆大军也分成了两派一时, 竟不知该锁死哪一对了, 不过看着他说话老觉得是陆寒板, 演的某些角度甚至还撞脸了迪丽热把, 虽然有的人无关明明, 不一样但是莫名感觉有点相像只能说有时候撞脸, 真是一门玄学乙贵人, 是坏人帮向爱如意入冷宫的炮灰出场虽然不多, 争议还不少弹幕大军吵起来, 他到底向谁最统一的声音说, 他向泰国人这张巨照和寒冬军, 有点像也被眼尖的网友指出, 乙贵人撞脸超磨可碎, 夜心是海澜的贴心鸭管在高西越屋向海澜偷窃, 时收买的是海澜另一个鸭管香云儿, 不是夜心之后的剧情里, 他也忠心护着海澜虽然撞脸了甄嬛传, 李幻璧但是人设比幻璧好多了阿弱, 就是一个大写的自作多情, 因为皇上多看了他一眼, 就觉得对他有情皇后提倡姐姐, 他反而穿得更加艳丽如意提, 行他这样穿不合身份, 他就以为是如意怕他得宠, 极度自己抢了他的风头, 暗暗肿下了, 仇恨成为陷入如意进冷宫的最后一颗稻草, 被皇上封为贵人人钱封光, 不过皇上从没有宠幸过他每晚都是贵这事情, 等如意从冷宫出来狠狠, 又他最后在冷宫上吊自杀, 阿弱卖主求容, 一直被骂丑, 其实是演阿弱的演员长得挺好看的, 很多人发现他撞脸的带娇欠, 只是因为剧中的人设讨人, 嫌其实也只是一个会错意的可怜人撞男性脸的, 还有一欢的跳舞出场本来是个很美的画面, 可是这一瓶一笑在脑海中, 怎么都是李一峰的脸, 弹幕大军也坐不住, 满屏的李一峰, 李一峰亲妹妹, 李一峰女装, 一旦接受这个设定小仙女, 没法好好看剧了乌军明和陈冲在如意传, 李分别是眼目拉纳拉式, 和扭护路甄嬛两人的剧照, 现在一起明明是正两河侧面的分, 别忘, 其实他们两个早在末代皇帝, 李就玩过连连看, 婉容和文秀分别是溥仪的两个妃子, 当时看电影的时候, 真的傻傻分不清他们的脸, 逼死了脸盲患者, 两人分别演过宋庆龄和宋美龄, 隐隐觉得他们两人的缘分, 有一种纠缠不清的宿命之争, 李其印和苏尼照片, 放在一起长长难为脸盲患者, 撞成娱乐圈, 真景美丽劍在如意传, 终是演后期戏份比较多的韩湘健, 虽然还没出场, 但是粉丝在呼声很高的看剧照他清冷的样子, 和小说中人物很天切, 他并不想入宫, 但是为了族人安危不得不和未婚夫分开在宫里虽然恩宠不顿, 可是他心如止水, 只暗中对如意有感念之情后期和海澜一起搬倒了魏彦碗, 扒了一遍壮脸发现如意传, 真是神拳脚有那么多熟悉, 那面恐怖说剧中的魏彦碗, X海澜X高贵匪, 还同用一张脸真是壮脸天环, 如意传, 本门转自公众号, 娱乐大爆炸。 我们下期见,